小鬼厌尸初判主动卖玻璃 九哥藏爱 显阳成林 年仅36岁的小鬼黄鸿森 日前奏事整海演艺圈 家属决定于今日解剖离情死因 解剖的程序已经完成了 遗体已经发还家属 初步看起来 遗体上面没有明显的外伤 那初步判断 疑似是心血管的问题 那详细的死因跟死亡方式 还有待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报告 以上报告 谢谢 小鬼灵堂也布置完毕 依照由黄爸爸亲自挑选 是爸爸最喜欢的照片 是根据您看 但是如果走的原因 其实是 我弄外 我弄外玻璃罩的血管处测 我刚才简单过来 應該已經有些人跟大家講 我們知道的原因以後 是比較 比較 不可能說是好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樣 喜歡他的朋友都一樣 一定不會是開心的 但是我們就是盡力把他 剩下後面的後續的所有思想 好好把他全力 那也請大家給家屬一點空間 我好讓大家好好生活 看事發生之前 他有就是過牢 或者是身體不舒服的現場嗎 沒有啊 之前有新鮮館 那他平常有做健身健康健康之外 我們都都有啊 蠻突然的 夏天還一個空氣發揮 因為本身同生跟他爸爸家裡 是沒有宗教特別的宗教信仰 都沒有打算做這些事情 明天開始 所以我最次會就是 邀請新鮮館 或者他的 曾經 曾經說他招呼 他招呼過的人 就是 可以來看看他 跟他來講話這樣子 那 粉絲來以後 設立給粉絲的 粉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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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本來就 本來是有專輯這些東西的 這些預計 其實我們都不會做一些 所以每人都已經產出的 已經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都會 找時間 讓他再呈現給大家 而楊承林也在現實動態 以回顧的方式懷念摯友 也提及小鬼是當年兩人交往時 黃鴻聲叫他的綽號 其實以前 他叫我的綽號叫小鬼 等後來他出唱電手叫小鬼 我還嚇一跳 而有粉絲向陳琳提及 小鬼五年前專輯中 學妹一曲編號411就是指陳琳 雖然歌詞不是針對他 但當年訪問時 小鬼就有提到 而且我發現就是 比較特別的是 你每一首歌都有一個編號耶 對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專輯一到十首歌嘛 那編號不就是一到十 但是我不想要有一個框架 所以我就覺得每一首歌 應該要有自己的編號 就像比如說學妹那一首是 誒是她的學號嗎 還是 學妹 誒對啊 學妹是某人的學號 是某人的學號 哎呀 是誰的學號 應該大家很想知道吧 可以自己去查 我不方便告訴大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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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